中華Zing pick-up 好 我們今天開著這台中華Zing pick-up 我們要去找一位 也是這台車的車主 這個車主叫做簡大哥 簡大哥他是一位泥座師傅 平常他就是開著這台車工作 所以這台車是他主要平常的交通工具 還有身材工具 同時他之前那台車也是中華的Verica 他算是中華這個品牌的忠實車主 那我們就去採訪他的用車心得 順便帶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您做師傅 平常工作都在做什麼呢 聽說簡大哥今天在這裡做工程 應該是這一戶沒錯 有狀修許可 好 我們現在進去來找簡大哥 對喔 看起來應該是喔 簡大哥 小雞哥你好 你今天來太會 對 我今天來這邊 暗場就是做一些泥座部分的局部 需要修改的部分 我們今天剛好要訪這個Zing pick-up的車主 Zing pick-up 先跟我們觀眾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幹仔 你的工作是 我的工作是泥座類的部分 所以就是負責裝修的泥座 對對對 是 那這個是他最新的一個暗場 對 那當然我們今天也請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有關泥座師傅 有一些工作的日常 當然最重要是要請大家分享一下他用車的日常 好 簡大哥你的現在開的車是 那個中華山林的Linger Pica Linger Pica 對 那你之前開什麼車 之前是開林立 林立 對對對 原本去年那時候是還在開林立 對 那林立開了多久 林立開了大約快到一年左右 蛤 這麼快就換車了 對 因為林立他 雖然說他的車子開起來 是都蠻好開的 因為那個很多人都會開這種車型 對 可是但是 礙於說他的椅子 比較沒有那麼的舒適 家裡的老婆就一直反應 對 所以老婆平常也會跟你出來 對 因為我有時候 大部分都直接開那個工作車回去家裡 對 所以就沒有特別到公司去換一台 另外那台車回來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等於平常也是都開 開工作車再到處跑 對對對 再老婆也是開這一台 是是是 所以因為老婆換車了 對 那最主要看上 這一台Zinger Pica 什麼樣的特色 第一眼看到他的特色 就是除了外觀 就是很霸氣 他相對於跟林立相比起來 他的外觀當然是一定是比林 林立還要好上許多 然後再加上他的內裝 就是像一般轎車這樣 因為Pica它主要就是內裝 主打就是舒適 對對對 所以說開起來就跟轎車 就沒兩樣 對對對 那你這台車買多久了 大概一年出了 一年出跑多少 目前跑三萬七 蛤 一年多就跑快四萬了 對對對 因為每天都是開著這台車到處跑 那像你們這種泥座師傅的話 我知道大部分都開箱車 你為什麼會選擇Pica 因為我本身不需要額外的載人 就是說我平常工作 頂多就是只有載一個師傅而已 那我其實不太需要很多的座椅 對 那我後抖這方面的話 其實我的載貨量其實也不大 是偶爾會比較大 你們就只是頭子而已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你們的工具大概都是什麼東西 工具就是像我們泥座在使用的 其實還蠻多的 泥座的工具其實還蠻多的 轉半機 對有磁磚的 有土水的 那我們 因為其實我還有做防水這部分 那所以說有時候也是會 需要載到防水的桶子 對那個料 所以你個人還是覺得說這種 皮卡或者是貨車比較好用 對對對 因為我如果買香車來說的話 我也是會把 因為香車它有第二排跟第三排座椅 那第三排座椅就是不用講的 就是肯 一定拆 肯定是拆掉的 那第二排座椅的話 你不拆它 它的空間其實又不夠 對 那所以說第二排座椅也是要拆 對啊 那我就沒有買香車的必要性 那換了這台linger之後呢 你什麼感覺 換了這台linger 開出門就是很不一樣啊 大家都會看 因為前年才剛出來沒多久的車子 對 所以說你在路上的時候 大家都特別會去觀望這台車 那你其實說你到了各個地方的時候 也是會有一些可能附近的人 就剛好看到這台車 他就會過來看你的車 對 然後就會跟你稍微大概聊一下 對 所以說那感覺是還蠻爽的 其實簡大哥你平常在網路上還蠻活躍的 還好還好 你應該平常有在玩車 加減有啦 對對對 你私家車是什麼車 我目前私家車是馬自達3 馬自達3 對對對 你看起來是純空效的 應該應該車也改蠻大的 也還好啦 愛玩車啦 聽說有去上過我們節目是嗎 有有有 是是是 有去上過電視喔 對 你車平常都很少開嗎 車平常少開 對 就是開工作車的無為主 怎麼會一天到晚都開這台工作車 除了上班之外 因為也沒有做什麼事啦 那就是說可能 偶爾會帶老婆出去走走幹嘛的話 其實也不太需要開到自己的車 因為我還要特地去跑到工廠去換車啦 對對對 反正現在在Zinger開起來蠻舒服的 蠻舒服的 對 就平常代步也開它 台底改裝車還舒服多了 改裝車懸吊就偏硬嘛 這你知道的 對對對 對 那你會載到比較重的東西嗎 比如說你們做名作嗎 會 我曾經載材料載過一噸二 一噸二耶 一噸二 警察來抓它 沒有沒有 官方是說它的載重量大約是 七百 大約是七百啦 然後後來我剛好因緣際會 有一次料也是要載那麼多 我就大概算了一下 真的 我這次載的量有一噸二 那還開得動喔 開起來 其實通常以貨車來講的話 你如果載重量如果超重的時候 你的車頭是會偏的 它會晃 可是在Linger Pica這台車來講 因為它前後都是懸吊 它沒有鋼板 所以說它不會晃 開起來還是很穩 開起來是還蠻穩的 開起來是還蠻穩的 不會說像 就是頭會抬起來 然後你開太快的話 它會變成有一點滑行 會太太 對 這個應該跟配重也有關係 應該是 但是你平常的用車 應該也載不了這麼多 平常很少 平常還蠻少的 平常就是只有載在工具 或是說載一些 比較沒那麼多的材料而已 在油耗這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這台車的油耗 會超出一般人的預期 我記得我目前最近一次看 它一公升大約 我記得好像是 大約7到8公里左右 7到8公里也跟一般休旅車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差沒多少 可是有些車友它甚至是 比較高一些 以我來說 我是不在意這個 反正錢 我們就是上班賺錢 對 錢賺的沒有油就是加 對 所以我們不會去特別去想那麼多 好像很多人都這樣 對 因為沒有時間去考慮那個 對 因為其實 車子好用 耐操 其實在於我們這種 會開貨車的人 就是要耐用 你不要壞 你壞 我花更多錢 對 是 所以說油耗這部分的話 我倒覺得還好 你這台自排 你老婆會開嗎 我老婆不會開車 不會開車 對 所以都是我在開 幸福的女人 出門都有專屬司機 是 是 那你就辛苦一點 沒關係 這可以了 這可以 可以了 為了老婆換車 又不讓老婆削開車 又不讓老婆削開車 這個出門都接送 標準的好男人 沒有我怕老婆出去 把車給弄壞 我聽好多人都這樣講 你們這個思維真的是很好 很好 因為自己的車子自己開的比較習慣 像我們車子也不太敢借別人 因為別人不會習慣你的車 就是怕人家弄壞掉了 特別是這種工作的車子 我看很多人都是不借 車是大家工作上最好的夥伴 是是是 因為畢竟他陪我們那個爬山下海 這樣跑來跑去的 多少都會有感情在 都很珍惜 對 好剪大哥聽說你車就在下面 對就在下面停車場那邊 那我們下去看一下你的車 沒問題 好好好走走走 謝謝 好剪大哥麻煩帶我們看一下你的車 我的車子目前 其實我的車子還是以原廠 畢竟這是工作車 原廠為主 你這個是真的在跑工地嗎 真的 怎麼看起來那麼乾淨 當然是昨天有特別去整理一下子 因為昨天剛好保養 原廠他有個服務 他會幫我們洗車子 所以你昨天剛好保養 對我昨天剛好保養 保養費用貴不貴 他會略比一般林立貨車稍微高一些 但是其實我覺得說還好 反正是國產車的費用 因為他費用就大概在差不多3000上下這邊 對 那聽起來就是很一般的費用 對 那你當時買的是頂規嗎 對 其實他這台車型就是只有兩個車 他只有兩個車規 對 他只有兩個車規 那你買頂規的這個幾乎 就是他所有的配備 就幾乎是已經變成是標配了 所以說他可以選配的東西也不多 那總是有一些原廠的選配吧 這台的選配就是說 他這個後面的三折蓋 三折蓋 對 他的三折蓋 然後跟他三折蓋的框 他原廠是沒有這個 但是他原廠他有出可以讓你選 所以你有選這一組 對 然後原廠他也有盲點偵測 因為我平常開車習慣 是不太需要用到那個 對 有盲點我可能反而還會嚇一跳 對 所以說那個我就沒有選 那選了這一組 這個後面三折蓋 這個原廠的套件 你覺得實用性怎麼樣 實用性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畢竟我們有時候載東西 或是說載材料 會有一些粉末 那我們這樣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話 他其實他是會飄的 會去影響到後面的車子 那我們有一個蓋子來說的話 第一 我們不怕他下雨 因為我們還是有一些工具 我們怕淋到雨 我還是覺得說 有這個蓋子對我來講 是比較方便 方便開斗給我們看一下 可以可以 哇 你這個後面看就知道 真的是工地車 他這個就是原廠的三折蓋 他可以翻到這邊來 所以你平常就是東西 丟上去之後再蓋起來 對 再蓋起來 那如果說會超過這個蓋子的時候 我們就是只有關這個斗而已 對 所以他還是不影響載貨就對了 他不影響載貨 我反而還可以載比較高 是 這個裡面這些保護層 都是原廠就有的 對 他是以頂級的這款車型 他就有包含了防掛電 防掛電 對 那他如果說是比較便宜的那款車型的話 他是沒有防掛電的 就是他原本這個材質 鋼板 對對對 所以等於自己還要在外面做 對還要在另外裝 其實我們很多工地的東西 我們就是一定都會刮來刮去的 那他有這個防刮的 我們使用上也比較方便 也比較好清理 那其實他原廠這台車還蠻特別的 他官方的數據是說 他可以載到700沒有錯 對 但是光這一塊板子 他就可以耐重200公斤 200公斤 你怎麼知道可以耐重200公斤 我試過了 你有扛四包水泥上去 四包水泥上去 人踩上去都沒問題 因為他最厲害的地方是說 他旁邊有兩隻歪壓鎖 鋼鎖他有在拉著 對 然後這兩隻鋼鎖 剛好是這一款車的車友 他們自己工廠在做的 所以他們有測試過 這一條就可以承受 100公斤的重量 兩條就是200 所以他這個原廠設計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耐重度還蠻夠的 對 根據今天簡大哥 跟我們聊的 他自己使用的經驗 還有大家參觀過 他工作的狀況 那簡大哥 除了說你一座的師傅 你自己認為 覺得還蠻好用的之外 你有沒有推薦 什麼其他行業 可以來買這台車 當然是不侷限於說 只有說做工程的 才適合買這種車 其實說很多行業 他們都還蠻適合買這種車 因為曾經也有那種 兩槍式皮卡的車主 來看過我這台車 那他也是跟我討論 他說你後面的厚度還蠻大的 他說他們雖然說是五人座 馬力也大 可是問題是他們後面的載貨量 就很小 對 所以說變成說他們有時候 如果東西要載多 他們沒有辦法去載 所以如果真的要來吞 要當工作車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蠻好的選擇 舒適載貨量又夠 對 好那今天謝謝簡大哥 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跟觀眾拜拜 好謝謝拜拜 好我們現在已經訪完簡大哥了 我們在返回辦公室的路上 那今天訪問他呢 我們可以了解到 其實你做師傅的一天 真的是蠻辛苦的 那當然啦 各行各業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那他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 除了工作之外 他使用Zinger Pickup 這台車的一些點滴 還有一些使用的經驗 給各位來做分享 那Zinger Pickup這台車呢 其實我試駕過很多次啊 那當然開起來 跟一般的Zinger是非常類似的 相較於我們台灣能買到的 其他貨車來說的話 那跟一般的小發財比較起來 這個車當然是舒適多了 而且因為他也是採用2.4的引擎 所以在整個動力上面的話 也來得更充沛 而且自排五速的 所以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我覺得無論是安靜 或者是舒適性 還有力量來說的話 都好得多了 那當然你會說 這個貨台的大小 還有載重量呢 可能不如一般的小發財 但是呢 這個就要找到適合用的人了 沒有實權實美的車 只有適不適合你用的車 如果你像這一位簡大哥一樣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這台車真的超棒的 那他剛也跟我們分享 他超喜歡的 所以看你個人的需求 如果你是和這一位簡大哥一樣 平常載的貨不是那麼多 但是你對於安全性 舒適性 有更多的一些需求的話 Zing Pickup就非常適合你喔 這個叫國民皮卡啦 六十幾萬 就可以買一台皮卡 或許啦 或許這只有兩人坐 可能大家覺得說 兩人坐跟貨車一樣 但是實際上開起來 比貨車好該多啦 比較舒服 而且有個車頭也比較安全 你看這個車 走坐點這麼高 開起來比較不容易累 而且有個車頭 感覺比較安心一點 然後方向盤呢 設計得不錯 滿好看的 還有定速 這個當然你要看 看跟什麼車比 如果跟貨車的角度來比 這台車子也太棒了 像有一些行業 其實載不多載不重啊 那你平常早出門的話 這個車坐起來比較舒服 走坐點比較高 然後安全配備 也比小發財還得齊全一些 雙氣囊 盲點啊 長車頭 這家人也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最算開起來舒服 跑高速公路的話 這個真的比較好一點 喔 你看 不要看這個車比小發財大 這迴轉半徑小 這個角度很好抓 做得又高 然後迴轉半徑又小 工地標準配備 一定要很多工業扇 否則實在太熱了 還有喔 是 一組嘛對不對 對 一定要維大力加保利達 有學問的知不知道 這叫一組喔 現在很多工地都不行了 但是這個是裝修工地 還有這個 你出門要多少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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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可以吃到下半去 對對對 新鮮水果 怎麼沒頭 你喝孫的喔 有有加了加了加了 喝醇的會很累 好啦 酒後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不喝酒